已经说过 宁可不识字 不可不识人 我是大家的主讲老师 秦老师 把兵建呢 有细分了一个领域 其中有一个就是 关于我们兵建 如何识人 如何去用人 这个板块 那在兵建的 这一个理论当中呢 它是源于我们 统计学 同时还源于我们心理学 让我们在 识人 用人 拒人 以及我们的面线 这个健康上面 我们可以三秒识人 秒断一个人的财运 一个人在这个阶段 是否适合合作 能看得出来我们的金木水火土 所以我的第一篇 是识人篇 在面向溯源 早期呢 在礼记 最早在溯源到了古希腊时期 那面向细分领域呢 会有用我们的眉毛面向学 鼻子面向学 五官面向学 人中面向学 法令为面向学 接下来我们可以详细来学习 易经面向学 五官图解 邪正要看我们的鼻和我们的眼 那真假看我们的嘴唇 公民看气概 那富贵看我们的精神 主义看我们的指和爪 风波看脚筋 那若要思路是否调理清晰 听都可以听得出来 听我们的语言中 当我们的面向学在 统计学 中医学 它融会了遗传学和生理学 还有心理学 古人经常说 一向一加 在我们面向学里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福气 那这里呢 我给大家放了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当中呢 果然很显然的能看得出来 两个人的福气是不同的 当我们看到了哪一个图片会舒服 当然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图片 会令到我们看上去很舒服 就是我们的右边这个图片 那右边这个图片 为什么会看它福气好呢 因为它的天晴非常的饱满 当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它的天晴是不够饱满的 它会有什么体验 可以在我们的面向当中看到 会有胸向 还能看到会有一种 让人有点压迫感的这种体验 当我们看到右边的时候呢 走得到这个眉和眼 它们的距离是刚刚好 整一个眉和眼 它的距离是刚刚好 鼻全刚好是相配 整一个上庭 中庭 下庭 非常的均撑 这属于是很有福气的相 那接下来呢 在看到我们脸上的福气 当然还能看得到我们和什么人合作 和什么人在一起的五行 好 接下来之后呢 我会一一的很详细的教大家如何看 那看得出来一个人的福气的同时 还能看得一个人脸部 用三秒的时间 可以识得出它是否是旺佛 当我们看到郭晶晶 这个大明星的脸 我们都知道 它的整一个轮廓 可以清晰的 我给大家细分了六个特征 第一个是纯红齿白 刚好纯红齿白 这就是富贵相 同时可以加入豪门 那它加入豪门的概率是75% 那第二种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耳朵 非常的白 非常的厚 很有福气 那第三种特征呢 我们能看到 鼻和圆 这个鼻图是 看上去之后 会让这个鼻图跟这个颧骨 两个是 皮配是 比例是刚刚好 这叫鼻全相配 当看到面色给人带来的是非常润的光 那紧接着往上面看 这是上庭的部分 整个额头 非常的风和龙 刚好我们的上庭呢 是15岁到30岁的孕 这个时候怎么看呢 是我们的发际线到眉毛这一段 刚好这边是我们的发际线 刚好它走到了我们的眉毛这一段 这个称为上庭 上庭呢 走的运 15岁到30岁 假如我们要找一个合伙人 他的年龄刚好在28岁 那我们看哪里呢 看他的上庭 他的上庭会饱满 风龙 这个时候我们的合作一定是OK的 因为他的运和他现在的人生在上庭这个阶段 他人生是非常旺的 所以这个是适合合作的 接下来我在后面会详细的给讲到 怎样的一个上庭 所以是最棒的 那怎样的中庭看上去 可以在他人生31岁到50岁的时候 事业家庭财运 人际关系 在这个时候可以得到心想事成的这种能量 就在中庭31到50岁 下庭刚好是这一部分 是我们的人中到我们的下巴这一段 是属于我们的晚年福气 望子孙 那很多人会在60岁之后还非常的成功 那是他的晚年运比较好 那接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细分上庭下庭中庭 那用我们的易经的面向学 用人的智慧 可以让我们快速的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好当我们看到这个上庭 这就是我们头发的这个发际线 到我们的眉毛这一段 属于额相 上庭呢是18岁到30岁 走的是年轻运 当然这个孩子学习好不好 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 学业顺不顺利 这里刚好 大学的时期 这里就很明显的看出来 那像呢不读论 像在10岁 小孩子在14岁之前 是不判断的 那早年的时候 就看我们的额头这一段 那如果我们能通过上庭 看到我们的运势 怎样才知道一个上庭的额头 是标准的 那第一个符合的是高 就这个额头整体是 发际线和眉毛这一段 它是高 三庭的比例看上去是很疯的 额头有肉 简称叫疯 宽 有宽有广 这个人是聪明的 是额头代表的人的智 当我们发现 额头会有隆起 就眉毛上面这一段会有隆起 那在这一段上 就说明它的运势非常好 好 紧接着呢 我们看 当额头非常好的时候 还要配上我们的眉毛 因为眉毛好的标准 标准 首先这个眉毛 要顺 根根渐入 如果我们的眉毛上面 发现的后端 在这个区域 后端和我们的眼帘中间这一段 如果有非常多的杂毛 那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它的脾气 和它平时的在人际关系交往当中 我们就要提前留意了 那在眉毛和眼睛这一段刚好又是我们的夫妻公 我们可以清晰的判断到它的感情是否顺 我把这个给大家画下来在这一段 OK OK 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我们的夫妻公 那这一段的夫妻公 如果我们额图这一段是宽广龙 这一段就是很宽广 很漂亮 好 刚好到了我们的太阳穴这一部分 如果它有缺 那这一部分如果是缺 那肯定知道它的平时情绪是比较大的 当我们的眉毛 比较顺 这非常非常的顺 好 当眉毛顺 然后眉与眉之间 这一段又很清晰 如果这个线是连在一起了 是非常不好的 如果连在一起代表着 第一讲一起 第二呢 容易借钱出去收不回来 那这个地方有人会有眉心痣 很多的美人痣长这里 很漂亮的美人痣长这里 当我们看到这里眉毛之间有美人痣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晰 他的父亲跟他的缘分比较浅 甚至和父亲的关系是相对来说 互动比较少的 最重要一点是 他父亲的身体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能看到我们的父亲功 当我们的眉毛顺 两个眉心之间又开阔 好 那这一段呢 非常的光亮隆起 好 那这一个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他和父母的关系是绝对 原生家庭关系是很OK的 很幸福的很和睦的 所以眉毛也可以看我们的健康 当我们看眉毛的时候知道 肝肾不随他的内脏 是否是亚健康状态 当我们看到耳朵和眼睛就知道他的五脏六腑 耳朵就看他的肾 当他的眼睛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肝脏 当他的眉毛好与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脾气好不好 所以我们的眉骨这一段要封龙 这个时候是尽财的 27岁和28岁看这个眉骨这一段 有肉长起来这一段 会大量的尽财 如果27 8岁他的眉骨开始封龙起来 那一定在27 8岁 虽然年龄不大啊 这一段 但是他可以做到财富 能积累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老师在生活当中运用的时候呢 每一次在这一点上运用 非常的成功 大家可以做笔记 同时也可以中间进行提问 都是ok的 好紧接着上庭呢 接下来还会有中级班的会详细讲 好那我们到了我们的 中庭的这一部分 好那我们看到了上庭 我们肯定知道啊 这个人的 嗯 除了这个美宝运很ok 额头运很ok 那我们还知道他的中庭的这一段 是31岁到50岁 刚好走的是中年运 中年呢是看鼻子 要看我们的鼻子这一段 ok好 这是我们的中年运 鼻全非常重要 我把这个也是画下来了啊 这个是鼻全一定是相配的 那当我们鼻长得好看 如果我们的全骨啊 全骨这一段跟不上 就意味着我们鼻梁是土运 全骨如果低 就意味着它的财富会在这个时候会流失的 如果这个这个整个全骨高很漂亮 鼻非常的低 那这一个时候就会容易克服 如果它鼻长得很漂亮 隆起 跟这个全骨啊 这个地方是全骨配起来 那这一段跟鼻和全一定是相配 它的比例是刚刚好 所以鼻全相配 位列朝廷 那鼻子的三根啊 非常重要 就是老师把这段画起来 这叫鼻的三根 这个鼻的三根就是眼睛的中间 就像我们戴眼镜的时候呀 就会刚好卡住的这一段 就叫鼻的三根 这个三根如果低的人啊 它的血液循环是比较弱的 这个鼻子的整个状态 前和后尤其是前这一段啊 是肝和胆 那鼻图的啊 这个最前面这一段 看我给画下来 这一段是看我的脾脏好不好 如果我们鼻图这一这一段 经常长这种肚肚肚肯定是 虚火上旺 皮虚未热 当我们的鼻很漂亮 整一个鼻很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清楚 它的洗衣功能是非常好 因为在我们五行当中是属土的 在我们九宫阁当中的土是站在中间的 那我们五行当中土也是中间的 从我们的数字能量当中 它也是最中间的 我们流年运上它也是五 它是最平衡的 所以中医会讲平衡 自然界会讲平衡 在我们像法里面也会讲平衡 所以这个鼻是我们五行当中的土 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个鼻一看上去 它如果整一个脸的比例会太高 女性鼻梁太高 它也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客户项 所以这个鼻既不能太低 也不能高 好在这里我给讲个案例 如果我们要请一个保姆 那我们请一个鼻梁高一点的呢 还是说这个三根这个地方低一点呢 如果我们请一个保姆 我有一个学员 他问我老师 那我请保姆 是要请鼻梁这个三根的这个地方低 问我对还是不对 我说对了 他请保姆请了三次都失败 后来我告诉他 在土运也是代表着视野运 当土运非常旺的人 不愿意去做保姆的 当这个鼻梁三根这个地方 哎我现在就把这里画出来了 如果他是偏低 这个时候呢 他的内心是需要被爱被照顾 同时他的视野运相对弱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找他做保姆一定是OK的 一定是能在家里能安心俱家来 他能安静下来的 只要给他足够的生活的保障 给他足够的关心 他都完全是可以俱家的 所以说我们在学会了五行向法 学会了五月向法 学会了如何看人用人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要具备的 好接下来之后呢 当我们学了中庭之后 我们可以紧接着可以看到下庭这一部分 好下庭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学习到他中庭是三十一岁到五十岁 那我们合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找鼻犬长的 尤其鼻涂也好看 这个犬骨呢 也是刚刚好 在三十一岁和五十岁 运势非常好 合作成功吗 当然是成功的 如果说他的 犬骨这里相对来说的话 低一点他的抗压能力就比较弱 那他的鼻梁也低 全股也低 在四十岁 四十一岁 四十二岁 是四十三岁 这几年是容易 投资项目会破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合作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谨慎 与他合作 OK 在我的终极班当中 我会详细的讲到 每一个年份 脸上的每一个年份 都会讲的非常详细啊 那我们先学习 上庭中庭 紧接着学习了下庭 就是人中 嘴巴下巴这一段 那是属于我们的下庭 晚年看下庭 子孙的福气也是在这里显示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女生 选女朋友 如果我们女生自己 想看自己的身体健康 同时也知道自己 是否望后代 是否和孩子的子女缘分深 那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人中这里呢 会很清晰啊 当我们的人中这里 非常清晰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们的 类费密系统是非常好的 这个地方啊 我画出来了 这个画了个U字型 好 人中代表着生殖系统 和泌尿系统 所以我们人中这个地方 会有一条线 会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竖线 如果我们人中这里的话 有一个线比较清晰 那我们的类费密系统非常OK 生殖系统 泌尿系统是很OK的 如果这个女生的 人中又短 并且这里呢 看上去很薄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 就可以确认她的 妇科是容易不舒服的 亚健康的 也可以确认她的受孕 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不容易受去的那种人群 那当这个人的人中比较短的时候 他是非常非常感性的 当这个一般我们看到男生这个人中会比较长 就是代表着他比较理性 在这个看人中 看健康是非常精准的 当我们看到了嘴巴这一段 当这个嘴巴这一段 看人口才好不好 就看我们的嘴巴 看我们这个人的严谨程度和专业程度 是否可以把秘密告诉他哦 从我们的牙齿是可以看得到的 如果这个嘴巴特别特别的薄 那就是好口才当主持人的 但是它是不容易被感情所动的 意味着嘴比较 嘴唇看上去有一点肉的 看上去呢很可爱 同时呢看上去呢 不容易看上去他性感 但是这种人群是很容易重感情的 跟他交朋友一定是没有错的 他非常在乎你的 我们的下巴 还有我们的腮骨 代表着我们的子孙 如果我们的下巴这一段啊 非常的宽 看很宽 有肉 还有一个双下巴 叫下巴这么说的 嘟嘟 下巴嘟嘟 看双下巴 叫下巴嘟嘟 衣食无忧 这是代表我们的晚年运 当我们的上停 中停 下停呢 整体看上去以后呢 整个脸看上去后比率 长 就是相对是竖长型的 一定是长竖像 我见过很多企业家朋友 还有我的企业家学员 他的下巴相对来说 就像这样子 我给我们的 画下来 哎 刚才的下巴就这一段没有了 刚才这一段没有的时候 我可以确定的说 他和孩子在一起比较少 对就直到这儿 就比较短 那他肯定孩子不在身边 和孩子的缘分比较浅 这一个是生活当中完全可以确认的 那同时他的晚年健康也不太好 还有一点确认的一点就是 他忘不忘 尤其是女性 他忘不忘子孙 如果选儿媳妇 要选一个女人选对了 可以忘三代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 所以在这个 下庭这一段 看得出来 忘子孙晚年孕 好 那当我们把下庭这一段 初步的学习了之后呢 我们上 中 下 三庭 初级班 学到这里 好 当我们明白了 上庭 中庭 下庭之后 那我们从脸上还可以看得出来 金木水火土 看 老师画的这个是水行人 水行人的脸型 这是金行人 脖子脸 那土行人呢 脖子会偏短一点 然后脸色会有土的颜色偏黑一点 会有一点黄 这属于土行人 那火行人呢上面尖 上面不要尖的 木行人的脸是非常漂亮的 这种长长的很漂亮 这属于是木行 当我们是木行的脸 那木生什么呢 木生火 我们就会望 火行人 当我们自己是土行人的时候 土会生金 我们望金行人 当我们自己是金行人 那我们要找合作的时候 那金最怕什么 火 克金 那我们就不能和火行人合作了 如果我们要跟火行人 如果自己是金 跟脸的五行里面是火的人合作 那这个财气就一定会受问题的 这个就会破财 当我们自己是水 那水需要什么样能生到它呢 什么生水呢 那我们一定是金可以生水 那我们如果看到了一个国字脸 都是金行人 我们自己是水型的脸 胖胖的脸是这种很可爱胖胖的 身上也是胖胖的 这是属于水行人 水行人呢 他要找金行人来合作 所以水行人的性格呢 他身上相对肉比较多 性格比较温和 这属于水行人 他做投资领域非常厉害 当我们的金行人看上去以后 会比较严肃 那迎面是比较严肃的 高效率 一般是作业务 不讲废话 这属于金行人 他俩合作就是非常的匹配 那土行人呢 往往身边做土木工程的 建筑类的土行人 他身边一定会有几个合伙人 是金行的 同时呢 也可以忘他的 这个土生的是金 所以说金行老板 往往一个人最后成为叫孤独的领袖 他占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能占到70% 所以金行的人通常做业务高手和选总监 选他没有错 金行人当老板的不多 土行人当老板的会偏多一点 好 当我们知道了五行的相生同时还是相克 那我们在这里就在选员工的时候 选合作伙伴的时候 选项目的时候 那我们先了解自己是金目水火土哪一个类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 自己是 脸型 是国字脸这一种 那就确认自己金 当然一个人的脸 金目水火土不是全部的 通常会有两个三个 这都是正常的 好 当我们能确认自己金多 那就把自己定成金型 那我们如果自己的土多 就知道啊 平时就发现皮肤会黑一点 脖子非常的短 肩就好像撑不直 这属于是土行人 OK 那火行人呢 额图不太好看 就感觉这个额图啊 就有一点尖尖的感觉 上头尖 这属于火行人 那木行一般的女生去回家很旺夫 性格特别好 所以木行的美女啊很多 明星当中熟目的挺多的 好 接下来之后呢 我会在中级班 会把每一个头型都会一一的分解出来 会让每一个学员啊都能看清楚自己了解自己 同时可以清晰的了解身边人 在五行的搭配用人上面会非常的好用 好 接下来之后是面向五行的结合 怎样是妄财妄人妄事也 这是大家不要关心和关注的 那我们中医讲阴阳平衡 易经也讲阴阳平衡 大自然的规律也讲阴阳平衡 这是我们整个宇宙的规律也是阴阳平衡 当我们自己是木行的人 那我们看到啊 木行的人的身体 那如果有脂肪肝 就意味着我们的木会受损了 所以说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底层的颜色 当我们多吃一点绿色的还可以养我们的肝 当我们发现自己心脏有不舒服啊 或者是心火旺了 或者发现自己是火行人的 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多吃一点红色的可以养心 当我们从脸上也都看出来自己是土行人 那土行是在五脏里面就是知道是皮脏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多穿衣服 还有吃东西可以用黄色来弥补 当我们知道自己是金行人的时候 他是属肺 好这个时候呢 他就脸会经常会很白的 金行人的脸是一个国资脸 相对是一个国资脸 所以说金看这里就像一个斧头一样的 他做销售很厉害 口才好 语言呢 可以很有高效的说到核心 并且说话很有杀伤力 这是属于金行人 那金行人同时呢 有一个现象就是不爱说废话 说话呢 相对来说的话不给别人留情面的 所以我在这里画了一个 就像一个刀子一样的 这属于金行人 那金行人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容易引起肺气不足 所以在饮食上面可以多吃一点白色的 或穿衣服也穿的白色的 可以补金行人的肺 那圣主黑色 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啊 圣主是水行人 他又慢 胖胖的啊 这个身体的水师排不出去 这种状态 那这种水行人呢 可以适当的 穿黑色的衣服 同时可以吃黑色的食物 来补充他 这个五行当中 如果穿对了衣服可以旺财 五行当中合作对了人也可以旺财 同时在五行当中健康还做到了饮食 睡眠心情同时好起来 刚好我们的五行配的人合作也是相生的 那么旺财旺人旺事业 好在这一期当中呢 嗯我就讲到这里 那下一期的话 会有更多的详细的内容和精彩留在下一期 在我们看到五行 食人用人多乐界的自己 那我们接下来之后呢 还会详细的把我们食人用人 如何与五行相生相克来匹配 还会在中级班讲的非常非常详细 让大家有笔记 同时有问题还可以问 会让大家一学就会 一用就零 好OK了 OK 另外哪个羊生的溜不溜啊 老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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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